有個花名叫九分特首 因為他的民望已經跌到不清不楚得回九分 連他的深藍支持者都出來說 真的替他的智商著急 就說不論藍王九成人都不喜歡你 都不要緊,防疫抗疫不力了 這個時間逆市加人工,不知道是不是逆向思考 在這個時間可以厚臉皮和我們加人工 加到521萬加12萬人工 全球年薪第二最高的領導人 人工比習近平,薪酬比奧巴馬 奧巴馬是上任的 現在問題是在於無論如何 他現在是全地球第二高薪的領導人 為何可以厚臉皮收這個薪酬 同時我們在眼前看到 他可以有一個準則去改變 按道理就是說我加工 我不想加那麼多 或者即時去做一個回應 他沒有 到現在他最新的回應就是 適時回應當情況轉差的時候 現在香港情況不夠差 或者我想問一問 我知道難為了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常任秘書者要答這個問題 但你們認為香港的情況去到幾差的時間 林鄭月娥才肯減薪和香港市民共渡時間呢? 林常秘也是你回答的了 多謝主席 多謝鄺議員的問題 在2月我剛才所證的 我都提過了 行政長官和文責團隊 為了和各位市民共渡時間 共同抗疫 其實就將一個月的薪金 就捐出來 因應以後的情況 有需要時,問責團隊會作出息事的回應 主席, 郭議員 雪麗有和你很溫柔的問 你的息事, 現在我們已經在禁聚令 餐廳、酒吧、整個市面已經是非常之差 我們已經預視到你現在是一個骨牌式、斷崖式的經濟下滑 在這個時間, 有人叫林鄭月娥 跟我們說家人工一個月加一萬, 家族十二萬, 五百二十一萬 你是一個普通市民, 你聽下去, 你都不鑑吧 當然我不會問你覺得鑑不鑑, 我不想你人頭落地烏沙不保 但是, 現在放在眼前, 如果你說情況轉壞才適時回應 我想問, 現在是不是不是香港最壞的時間 林沙美 主席, 我沒有其他補充 都是沒有補充, 郭議員 這不是補充 主席, 這個不是補充, 沒有得回答的 因為現在其實, 主席 因為如果今天是特首答問會 我們當然是火力全開 因為事實上我聽質問回來 連林鄭月娥的近身朋友都覺得心灰意冷 唉, 但問題是在於我們今天財委會這個場合 你要給一個信息給市民 我們一全球面對著抗疫防疫的時間 很多的領導人真是主動走出來 不需要逼的, 不需要有什麼準則 不需要跟著什麼消費物價指數, 這些不要無聊 是全香港都覺得你浪費米飯 養你這個林鄭月娥 你們加入政府, 你們成為公僕 都是想為香港市民服務 現在香港面對這個這麼艱難的情況 你一頭加完薪, 都不發聲的 現在沒有回應過的, 主席 沒有回應過的 我想問, 如果你們的情況轉壞 適時回應 那什麼時候會發生?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疫情之內 還是你跟我說 不是, 疫情過後我們就會適時回應 我想問, 我的問題很簡單 疫情內, 好不好 現在正在發生的 林鄭月娥會不會調低一個這麼過份的薪酬 去跟市民共渡時間 疫情內 林尚飛 是, 主席 我也想再說一句 特首和問責團隊不是沒有回應的 在二月份的時候 已經捐出一個月的薪金 去公益金 至於之後的發展 我相信 特首和問責團隊 都會深思這個問題 作出回應 作詞 qui操作 最愛的 作詞 成功 作詞